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在国事论坛我要再次的谴责民党政府 透过权动法的修正来夹带类戒严的规定 对于这个做法 全民我们都要一起站起来 反对权动法的修正 民主国家引民为本 任何一个执政者都应该把国家的利益 以及国人的健康当成首要的任务 我们绝对不允许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民主自由 让这个傲慢的民党政府摧毁 民党政府的官员难道不知道 联合国宪章里面说到 18岁以下的就是未成年人吗 如今民党政府不在乎我们的宪法规定 不在乎我们人民的权益 连国际上面的联合国的宪章的规定都不知道吗 居然想要透过权动法 要动员我们16岁以下的青年 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 不仅仅觉得痛心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家人 都把我们的下一代保护得好好的 因为年轻人 我们的下一代 就是国家未来的一个希望 国家的未来需要我们的年轻朋友 乌克兰的情形没有看到吗 明明知道危害我们年轻朋友的事情 绝对不可以做 却想要在权动法里面夹带 还理直气壮地讲 没有把年轻朋友送到前线 前线 没有把年轻朋友送到战场上面 军需工厂难道不是一个标的吗 我们看到的在这个权动法里面 除了不在乎我们年轻朋友的权益之外 更不在乎的就是国家的经济发展 民党官员不知道 美国之音或者是外侨 已经提到台湾的五缺 提到台湾的六缺 还甚至提到台湾零零种种的缺氮缺药 这些的危机 还提到说 他们将来打算 如果这些的问题不能够解决 就要从台湾撤资 不知道外汇管制 对于外资来台投资的重要性吗 居然在内部里面也没有沟通 央行总裁也完全不知道 这个权动法修正的内容 更不要提 我们看到前一阵子 数位中介服务法 经过全民反弹后 如今是要经过权动法 偷渡过关吗 拜托傲慢 好 谢谢李委员 接下来请李委员得为发言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